好了 跟他练完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要跟他练完 就是我突然看到站在 然后我就想到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现在也没什么事 然后我就哎 是不是可以练麦聊聊天呢 然后我看他紧张的 也挺就是还挺紧张的 然后就说朋友两个人 聊聊天总比一个人好 多营业我刚营业了 我拍了一个我很喜欢的BGM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连其他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就是 有时候很随意的就是 上抖音 就是去跟大家 连连麦聊聊天什么 我今天可能得拍到天亮了 所以我得保持我 兴奋的状态 小丽嘛 小丽小丽 是吧 是吧 你看站在我们很久没见了 他都能看出来我变沉稳了 就是那种反派演多了呀 整个人的气场就 不是就是那个 就往下走了 然后整个人他们就会觉得 我变得很变得沉稳了一些 哦粉丝群对啊 我那个粉丝群见了之后 为什么没有人呢 为什么没有人 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好 古装戏 你看不到我的发际吗 为什么带来康复运动 那是一个梗啊 就是一个梗 康复运动 就是来形容我的肢体不协调 加不进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有 我也我也不知道 怎么去弄什么粉丝群什么的 反派比较多吧 对演的反派比较多 是吗 是因为我的嗓音问题吧 要去现场了吗 要去现场了吗 要去现场叫我一下 我在直播呢 吃完了 嗯 好吃吗 还行 还可以 我是你的天哪粉丝 啊 不要这么说了 我以为你的听歌 能复演我 所以你就真的 是是 我今天 我今天 嫌得无聊了 独音群 白了哪个呢 对 我的粉丝群 我设置了 太无聊了 哦 可能要 我时间去 挨个儿同意一下 或者我设置 不用申请 那谁也可以直播 你也可以 谁啊 对我 我这次用的是自己的头发 就是没有戴头套嘛 就是没有戴头套就会自然很多 但我的嗓音确实比那个时候要低了一些 我那时候说台词都是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整个声音往上 但现在说话就是往往下走 往我的丹田 吃的是什么 我已经吃完了 我吃完了 黑乎乎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吧我会同意的 拍戏好玩吗 拍戏不好玩 拍戏很苦 命苦 很累了 我也播一会就撤了 因为 随时那边就要叫我了 多休息多休息 对啊 你们竟然还不知道我头发很长吗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头发 所以我是个低音炮 我吃个低音炮 酸奶吧应该是 对水果捞水果捞 我化妆了呀 因为我要拍戏我要化妆的呀 说我发肌线高的我给你插出去 我的发肌线化妆老师说过很正常 但最近有点肿 是因为熬夜熬太多了 有点肿 马上就杀青了 对马上就杀青了 我就去忙接下来的工作了 对疫情很麻烦 就是每两天都要做核酸 不要乱跑 要就是配合防疫 我的声音 可能 经历了变声期吧 对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原声嘛 就是大家也能听到我那时候的声音和现在的声音的差别 好多杠筋啊 有时候我胖的 有时候发肌线高的 有时候我牙不好看的 有时候我脸大的 你想干嘛 我一直是三眼皮 你看 我今天是那一双 但是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是三眼皮 我下班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睡醒了 啊 我最近这段时间都是天亮才下班呢 嗯 嗯 好了 最后两分钟 十一点五分我就要下播了 我觉得上来聊两句的 也是 就是更新的很不 不平均嘛 有时候就消失很久 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让大家看看我最近 长什么样 然后 后面可能会直播的时间就多起来 大家 就是 如果不拍戏的时候会经常直播 然后 你知道吗 然后有朋友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连线聊聊天 然后干嘛干嘛 嗯 好好生活开开心心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好的可以回复你一下 可以回复你一下 我也我也很喜欢 我的这帮男孩们 不是我的这帮男孩们 是我的这帮兄弟们 好吧 好 这帮我们一下啊 大家早点休息 我要干活去了 我的工作才 现在才开始 拜拜 哦还有一分钟啊 对说话算话 一分钟 每天大家有听到现场 就是 大家都在 努力的工作 人生挺废的 一会就该我去 加入他们 拜拜 拜拜